Steve Jobs, Elon Musk, Ben Franken 其实大家都觉得全部有钱人,很成功 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是他成功之后的结果 才说他原来是聪明 但他中间付出多少努力,我们未必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在他们手中 或者在他们生活当中能够取经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是关于执行力的 以下我会讲三个他们成功人士会用的 每一天的三个习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中我会讲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个病征 病征告诉你我们没有做这件事 还有最后我会讲如果真的我经过执行的时候 有什么难处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怎么可以overcome,令到大家每一天有这个习惯 只要三个习惯而已 首先,如果支持我们很久的话记得去到YouTube频道 你本身可以自主地控制到你的储蓄和金钱 因为你除了收入和膨胀,你支出都是一个大部份 这个也是很传统一些的金钱理财哲学 第一个习惯就是金钱的习惯 这些习惯其实听得很简单,不过做是很难的 第一,我们经常说会有钱 我们多数会focus在我们入数的位置 就是说income或者revenue 就是说如何赚多些 如何多些人工 如何去找多些钱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其实是双向的 正如我之前看过金钱陷阱的问题 如果你赚20万,你可以用20万 你赚100万,可以用100万 到你赚1亿的时候,你都会有办法用到1亿 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key就是你怎样控制你的支出 不是叫你不去支出 但是我们一定有规律和系统 令到我们去交换的钱是比较有用一点 说的不是叫我们完全不用开支 不过最主要是说如何去记录了 有一个有系统方法去交换我们要有的每1元 究竟去一些有用的东西还是没有用的东西 是有投资价值的东西还是没有投资价值的东西 要去做了 其中一个很简单 就是每个月或者定期给一个报告自己 去看你之前用的钱究竟用在哪里 然后将它归类 归类做刚才那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有需要用的东西 还有有些是我想要的东西 就是need和want这两件事 第二个分量就是分到一边 多少钱你拿去投资 有机会有钱回的东西 多少是没有钱回的东西 打个比喻 有什么need和want呢?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搜罗到不同的书 我都是抄它们去做这个check list 不过控制就难了 need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譬如我那个厕所爆了它 那我要弄的? 是need的 一定要做的 我身体有病 我去看医生 是need的 那want是什么呢? want就是很大事了 want 很大部分的钱用在want 听不见了吗? 譬如你特别饿的时候 令到自己进了餐厅 你就会叫多东西吃 那其实你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 就是不需要吃得那么豪华 还有吃得那么多东西 令到自己胖了还要做运动 是吧? 还有want是什么呢? 譬如你突然间很不开心的时候 去shopping 那实际上很多情绪主动的东西 都会令到我们 去消耗多了的金钱 或者反过来说 消耗一些 unnecessary金钱的情况底下 通常就是我们情绪 发生有问题的情况底下 所以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想起来 当我们情绪出现波动有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宣洩 然后只是金钱 或者是吃 或者是消耗 或者可能是听音乐 打篮球 去library看一些古闻 听莫扎特 我讲一下而已 我都会听莫扎特的 所以这些都是其中一个的用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有没有投资价值 著名的投资者巴菲特所说 他一生人最成功投资 就是投资于自己身上 正如你可能买一本书 或者看不同的片 或者你去做其他的活动 去增值自己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在巴菲特的口中 你一生都不会后悔的 再说再远一点 大概十多年前 我还欠人很多钱 刚刚回来香港 其实我是非常等钱花 而且是满脑子 在想怎样的方法去赚钱 不是想自己的兴趣 或强项在哪里 那我其实很不开心 我反过来 我是折食的 就是透过折食 和去租设自己 去令自己有些充实的感觉 好像我还在生存着 但是我剩下的时间去什么呢 我就去研究窩蕾 因为我急 打算赚急钱 结果呢 亏的数字是落鬼数字 所以最主要是说什么呢 你的时间和金钱 应该投资在哪里是比较好 不是说不准做这一样 不准做那样 但是你有没有记录到呢 有没有写报告给自己呢 那我当时习惯 就是限制自己 花多个4000元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 如果多个4000元 我逼自己一个月内 要加10版的报告 那我都说过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很正常的 后来发现 原来没什么人敢做的 但是我慶幸有这个习惯 令到我真是 去很珍惜每次的唱歌机会 很珍惜每次看电影的机会 很珍惜每一杯珍珠海茶 那么其中一个难处就是 你要幻想一下 你真的有这个习惯 你有个APP在手 或者一本宝在手 那时候就用APP的 说的是十几年前 都有一些不是APP 一些本身它里面的记录的宝 那么我觉得 吉串鱼弹 都要捨低 等一下 我吃鱼弹以前写着 四个半 然后打完机 今次用了五十八元 这样 你做一两次可以 但是我都叫了老婆这样做的 我们在一两年里面 就真的顶不住 我顶了最久 我顶了十年八年 其实你要乱想到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问题 然后才有这个习惯 说明的习惯 需要六个星期至八个星期 如果能够过到 其实你就有第一个 成功人士 执行力大升的一个 其中一个每天的习惯 也其实是不难做的 第二个每天的习惯就是 每天早上 做一个订阅信息给自己 究竟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 然后今年结束的时候 你订阅和计划你做的东西 有没有做到呢 因为我之前小时候 有个mentor跟我说过 其实百分百的人都懂得发梦 发梦很简单 每晚都做 有哪个人真的能够做出来 可能只有10% 你会发现 有了这个checklist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是完全不同了 你会非常之惊讶 你的执行力是多么之强 你设计了计划做的东西 是完全做的 还有你知道哪个出错 是有系统的 你会好好地运用所有的时间 去做一些你原先计划了做的东西 你会发现有什么病征 自己有机会去到病入高坊 你有机会 你会无形中 你会看到自己每一天 其实都有机会做些东西 是很多 很随便的 还有每一件事 都好像很rush地去做的 也都是有时候 那些人问起上来 或者自己问自己 有些事情好像忘记了做 还没做 这里我自己少少经历 跟我老婆经历 我们两个吵架都会做一样的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 不太喜欢别人指点我们去做什么 譬如老婆 你说明做那个屎渠了没有 老公你订了那个票做完了没有 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是还没做的 你说的答案是什么 你说的答案 如果别人逼你 你说的答案就会说 我没做 没做和不做是同一件事 OK 但是没做令到你觉得舒服一点 而从而有机会回到自己的脑袋 告诉自己 没做和不做是没问题的 结果损失永远都是自己的 去回到刚才的例子 为什么你每一天做事 好像觉得说头说命 好像被人欠债那样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 check list 那些 task 自然是 unorganized 如果那些 task 是 unorganized 它又需要给你解决 它自然会在一个不适合的时间 和一个 random 的时间 会出现在你面前 那结果你是不是只剩下很少时间 去处理这些事 而且你也没有时间去处理你认为重要的事 因为人的关系就会处理了 urgent 的事 而 important 事是会不处理的 但是往往你拉回一场人生来说 important 事是最重要的 urgent 事是没那么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checklist 就不能处理这些 task 如果有这个 checklist 那些 task 就会准时 按部就班 和 manageable 地出现在面前 而且你可以令到你的时间 去价格 去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 这个也是正正Ben Franklin 去教我们这个 checklist 也都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 routine 那难处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我们始终是 day to day 很忙 很多东西会出现 很多突发性的东西 我有两个建议给大家 第一个 每一天都 plan 一段时间 专门是应酬这些 unorganized 和突发的东西 是要 plan 一些没有 plan 的东西出现 OK 这个大家试下来做 第二个情况就好像有个 buddy 譬如你去健身 大家有伤痛目标 那有个 buddy 告诉你 今天星期三你没有来 上星期三也没有来 你不要炸病 那有人提醒你 那我的例子是什么呢 以前我刚开始做事的时候 其实我和一些 buddy 会读一些书 关于商业的书 那我们每次 meeting 之后 都会去组织 我们想做些什么 上星期做的东西 讲话想做的东西有没有做到 这一季想设立的计划有没有实行到 其实都是写下来的 我到现在本的东西还在 在我书櫃里面 我揭回去 直接知道那段时间 我没有做些什么 没有做些什么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借口 其实就是较少一些借口 去给自己拖延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叫拖延症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的伤痛问题 是正常的 但我们可否透过刚才的两个方法 去到令到我们的项目 是 better organized 去到我们的时间是 better allocate 其实这个习惯都是难做的 又是六至八个星期 如果大家是过来人帮到我们的话 希望有什么意见 在下面的 comment section 大家去互相分享 那最后一个习惯 就是说 focus 因为每一天当中 很多东西都会令到 去 distract 你 令到你原先想做的 check list 是不能够成功 一定有 天天都有 其实我们见到 其中一个著名的成功人士 Steve Jobs 其实他说过关于 focus 的 这个金句 大家可能要听一听 他说 其实很多人以为 focus 是代表要说 yes 要 say yes to所有你想 focus 的东西 其实反过来 应该要 say no to 很多东西 只剩下一点 你就要 focus 是先后问题 是因果的问题 最后他就要加到的了 I'm actually as proud of the things we haven't done as the things I have done 所以说的是 他是以他没有做的事为自豪 我想他出名的是什么呢 他出名就是他做苹果 CEO 之后 他就一次过把大部分产品删除去 只是 focus 在小部分的产品 令到他很成功 所以所有是平衡于质和量的分别 如果你不懂得 say no 你就会手上接触很多东西 结果各种东西都是很平庸 各种都是平平无期 就算你做到 check list 里面 都会可能赶头赶命 但未必能做到却越 这个都是我学习当中 是很难去抗拒的 比如我经历过什么呢 在大学时间有人叫我 不如去香港运输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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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运输 中间是拆涌 但你去香港 谢谢你 到大的时候 可能有些资金 不如我认为搞结婚 又没有教堂 不如我们搞一间教堂 听起来他越说越有神水 希望他没有在看 但结果我都幸好有st.no 但有些说了yes 是大大件事的 譬如我现在在推行金融网站 很难推行 我还要说是全部由 scratch 自己去own它 那时候不懂 可能全部的data要买了 全部的programmer要训练 和它的沟通也要从头学过 programmer language 和所有里面用的language 全部都做了 结果就是连涉几百万 是每年涉几百万 所以我有些东西有say no 是好彩的 有些东西有say yes 但是不好彩的 但亦都兴行 有些东西有say yes 做得好 和做得深入 是没有后悔的 我想大家都有共鸣 每一天究竟谁在犯你 有什么在犯你 那个可以是别人在犯你 也可能因为check list 2 你没有做过check list 然后你自己烦到自己 所以怎样去好运用呢 其中一个病征 你是病入高方的病征 就是说 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三头六臂 很多人在做 然后各样的categories 都是很阔的 说这件事有关你的事 这件事有关你的事 其实有些方法 希望让你参考到 可能是在工 在私 在你人生大的check point 都是这样做 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事是需要做的 但是是不是需要你做 是不是 有些事需要做 亦都需要钱 但是需要你做 是不是用钱 可以叫了人来做呢 还有 有些事需要做 但是是不是现在做呢 其实说的主角就是 你和现在 怎样可以用你的时间 去做一些 你原先定立了的一些计划 说的假设就是 每个人都很懂为自己打算将来 每个人的经验亦都是独特 每个人出现 经历了的事 亦都有原因 所以你制定计划 多数是对你自己 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在每一日的执行里面 只是三个的习惯 有和没有 以上的三个小习惯 都是那么巧合 全部受访的成功人士 100%都是有的三个习惯 你又觉得是这么巧 还是你觉得成功 是比一早有准备的人 希望大家共勉之 六至八星期一起做 写下它 中间有什么难处呢 记得当这个是一个blog 在一个comment section留言 大家一起搭这条船 一起努力 投资不是大专利 下次见 拜拜